哈囉大家好我是兔兔魔王 今天要來講昨天跟子民對戰的經過 那昨天有一個子民叫做自由點火 感謝你跟我對戰 那這場我覺得蠻精彩的 所以我想要錄下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這一場我是用死靈法師對上龍族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OK那我們一開始拿到了爺爺 這個爺爺成為了之後很關鍵的很關鍵的卡片 我這邊呢就是先下空下惡魔烈士者 因為我們有其他的怪嘛 然後對方也是下紅之傳令想抽牌 再來我就又下了一隻烈士者 抽一張 欸抽兩張 對方空過第三回合 然後我下軍神 對方下沙拉曼達 抽掉我的軍神 然後我下巨龍獅子 因為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怪可以下 然後呢 他下水龍神 但是呢 因為他好像沒有超過六回合是不是 沒超過所以他不會回血 但是呢 我不想讓他回血 所以我就收掉他 然後收掉了 OK 然後留下一隻怪的場上 然後留下一隻怪的場上 然後 這邊 我怎麼收對方 我好像是用 凝土神殺掉對方 然後變得很大隻 可是我這時候沒有交進化點 可是我覺得 想要再留一下下 對 然後對方是下了一隻 牽引龍 然後 噴掉我 然後我這時候就毅然決然的轉蛋了 轉出來的 一定就是爺爺嘛 對不對 因為 每一個 那個 那個 每一個 倍速都會轉隻 所以一定會轉到影院 然後呢 對方就開始猛下鳳凰庭院喔 超可怕 一張 兩張 然後烏烈爾 然後呢 他又再下一張 三張鳳凰庭院 各位觀眾 三張鳳凰庭院在場上了 OK 那時候呢 我的手牌 變成三張爺爺在場上 好不好 三張爺爺 哇 然後呢 我就打他臉嘛 但是因為我不知道他 對方想要做什麼壞事 所以我呢 最後下了一張名手 怕他打我的臉 OTK我 結果真的是 真的是OTK 真的是 好不好 真的是 OK 然後呢 他的巴他就被我弄掉了 OK 給我弄掉了 然後他放了一個 永風少年 這隻好像是 吉池 是不是 他想要用吉池打我 因為他從此獲得吉池 恩 但是因為 來不及了 因為他的巴哈被我弄死 所以 也沒有辦法打我的 他就認輸了 然後他就認輸了 所以他本來想要用吉池 OTK我 然後結果 很不幸的 我有 爺爺 然後我有名手 所以這就是 昨天的 昨天的 跟 可愛的子民們 一起對戰 我覺得最精彩有趣的一場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 也歡迎你 訂閱按讚 或是 分享給其他的朋友 加入我 成為的子民 讓我們一起 征服世界囉 掰掰